非常感谢检警和司法系统 这个2021年由我担任告发人的这样子的案件 终于在昨天又再次的判刑了一位被告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案件 当时在接到城城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非常的震惊 我们没想到是这样违法的行为 已经扩大成了论坛以及一整个产业链 而这样子的照片一旦的上传一旦的被分享 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伤害和打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除了在个案上协助他们 担任告发人之外 我们也积极的从立法方面来修正 也完成了和行政院共同推进的 现私密影像的司法联防 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减少这些伤痛 但我不得不说 我们能够处理的案件像这案 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还有非常大的庞大的受害人们 没有办法得到协助 司法也没有给他们正义 主要在这边再次的呼吁 请大家针对这些违法的照片 不应该来鼓励他们的发生 更应该不要上册 不要转发 不要来观看